是, 三位在這邊 是, 麻煩你 媽, 這麼早叫我來喝茶? 是, 三位喝什麼茶? 香片, 別收了, 我們還有人來 好… 還有誰?很重要的 一個可以影響你前途的人 你說重要嗎?不是Helen說… 安仔, 你自從去過泰國之後 三個星期都沒有上班 之前阿靖醒來, 我分心沒理你 你連電話也不用打過Helen交代一下 會不會離譜一點? 要不要交代?我在泰國的時候 辭職了 你這種說不做就不做的態度 不是叫瀟灑, 是叫不負責任 不要交代 我們算是跟Helen有點交情 現在約她出來, 她又肯出來 待會她來到, 麻煩你好好地向人道歉 東家不打西家, 要不要道歉 還有, 讀完書之後 做了幾年, 我想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燒了幾十年叉燒, 我都沒休息過 那…是嗎?你看現在市道這麼差 這麼多人沒工作 他休息後不知道休息到甚麼時候 現在那些人不會打死一份工作了 我都在年輕的時候看見面了 我這輩子專一這樣燒叉燒 不一樣供書教學, 養大你們的兄弟姊妹 有甚麼不合理呢? 我是大學生, 我會想的, 可以的 大學生很麻煩, 做事一定是對的 你這樣搞下去, 遲到一事無成 到時錢無成糧書, 後無靠背生你就淒涼了 三位臣 不好意思, 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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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我先去廁所 很快 廁所那邊, 安仔 安仔 你… 你看這個 好, 阿倫來了 阿倫 你坐… 請坐… 好 不好意思, 這麼早就約你 善醫, 我人也很值得 有甚麼事不妨開門見山說 其實我們這次約你出來喝茶 也是為了安仔的事 好 既然這麼重要的事 為甚麼不見了那個主角呢? 不是, 剛才他們在喝茶 剛才有些重要的事, 他走了 兵哥, 你不用幫他了 你兒子的性格我也很清楚 他現在根本就不敢面對我 不好意思, Helen 我今天早上為了見你們 我退了兩個會議 我自問對安仔也不錯 一來我愛他的才華 二來我覺得他跟Joanne還可以嗎? 所以一直都在給他機會 但是他始終還不夠成熟來解決問題 都是我們教子無方 你不要生他, Helen 我不會生他 我沒事的, 兒子是你們的 我自問都花了很多心思去捉陪他 不過從現在開始 我也無謂浪費時間去幫別人教兒子 Helen, 我們代表安仔向你道歉 希望你可以再給他一次機會 如果他有誠意 對他自己所做的事道歉 那你叫他親自上來公司找我 做父母的 不是甚麼事都可以代兒子做的 如果沒甚麼事, 我要回公司了 你沒吃過東西, 吃點東西吃吧 是呀, 我們專程請你喝茶 來, 坐下吧 我還有客人要見 你們慢慢吃吧, 再見 這隻天鵝還是很漂亮 但對我來說, 已經沒什麼意思了 Helen 給你錢吃 錢姐 你有三個新留言 第一個留言 你這個臭小子 不接電話就行了 你很快點開電話 我有話跟你說 第二個留言 安仔, 媽媽, 你去哪裡 打電話回來 第三個留言 安仔, 逃避不是辦法 做, 這個今天答案 竟然能擁有梦想跟前途 仍然能擁有子尊跟志悦 還認明知去多裏半 一轉身會遇到 為何感到這不算最好 明明從不信天方跟地露 明明從不會後悔得不到 明明從新掌握去做 我總可以做到 為何今晚我不懂如何 高潔煩惱 喂? 喂?俊俊, 安仔 安仔?你辭職了 打回來公司, 為公事還是私事? 沒有, 我想問Helen回來的時候 有沒有黑臉或發脾氣? 當然有, 不用問你 踩上你的尾巴了 你知不知道代理位的Jacky 說在草圖 Helen全部都不收貨 還當著Jacky面前撕爛了 人家不讓我們出去吃午餐 讓我們叫飯盒 不知道發什麼花瘋人? 安仔, 你決定拼拼 是明知之舉, 我支持你 那個女人真的很難受 是不是安仔?讓我跟她說一句 安仔, 今晚Helen肯出來喝茶 已經算是有傷靈餘地了 你別弄得自己沒有彎 不是呀, 安仔 現在跟做Anne這樣做得這麼僵 身為姐姐的Helen 也會對你沒事 為甚麼你這麼說? 是說事實的 幸好你今天沒去喝茶 甚麼?一定罵得你媽媽不明白 據我說, 別管你去 連罵你機會也沒有 整隻雞丁喳喳跳 別管了, 老姑婆不死也沒用 安仔, 你別這麼沒台形 回來吃回頭草 你趕著我事費了還不收錢? 你今天下午是不是想吃蜘蛛炒油? 進來吧 Helen, 我剛剛沖了村貝蜜糖 沖了酒杯給你喝, 行嗎? 謝謝你, 阿好 整間公司都是你對我最好的 我知道你這兩天都很忙的 今天早上為了見姐姐 把工作全部延遲了 弄得踢腿了 讓我替你鬆一下骨頭, 讓你放鬆一下 謝謝你 怎麼樣? 浪費來畫的東西 是不是很合心的嗎? 要不要替你找一些熟手人來畫呢? 你是不是想把安仔推銷給我呢? 不是, 有時候做人的事 有些人是為了餐飯 不過很多人都是為了一口氣的 那你就是說我為了一口氣了 我想你多給一遍機會給年輕人 阿浩, 現在不是我不給他機會 是他不給自己機會 我這麼忙, 都抽了個時間去見他 他早上走了, 你到底想怎麼樣? 之後又鬼鬼祟祟地打電話回來公司 都不敢面對我 我想我安仔也不知道怎麼開口跟你說 你知道你為人, 我起上來不是人那樣的 阿浩, 你也知道了 張國是我一手一腳捱回來的 我做每件事都不容有失的 我自己也要劍賴一下自己的形象 給別人看 怎麼找安仔回來 當沒事情發生過 那你說, 我怎麼面對其他職員呢? 做好做醜, 不如找個中間人 讓大家容易下台吧 總之她不親自回來認識, 不會 看來Helen也不會這麼容易讓步了 你看今早喝茶的時候 她說話的態度這麼笨, 你就知道了 Helen說她對安仔的評語只得一句 就是認真不說得 不過她是唐唐一家公司的老闆 她是唐唐一家公司的, 怎麼會低聲客氣 請上聰明兒子上班才行 那安仔究竟現在想怎麼樣? 她現在跟阿樽樽去高校長那邊 我見過她打求職信了 看來她也不想回樽樽做的了 現在打求職信就是疼沉沉大海的 我認為她應該是寧願衰衰的習慣 向Helen說她對不起 對不起她三次和我愛你三次 一樣這麼難說得出口 說到底, 安仔的心裡還有一條刺 她怕見到Helen想起Joanne 不過我見她回來沒提過Joanne 我看她不像還想著Joanne 難道她避了Helen一輩子嗎 我再給她一個星期期限 她如果再不跟凱倫道歉 我就五花大棒綁她上增高 幹甚麼?做大戲嗎? 你這樣做, 兒子不能下台的 如果安仔現在是不想回到Helen做 就不要勉強了 畢竟現在家裡又不是替她吃飯 叉燒餅, 阿仙, 你們不要逼她了 畢竟她還小嘛 婆婆, 就是因為她是小子 所以每個人都疼她, 每個人都偏幫她 就是她真的做錯事 也沒人敢罵她 果然而言, 連她自己也不願意去承擔過失 怎麼會解決問題呢 我們只是想給她一條好走的路走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她只會依賴, 怎麼會成長呢 難道我們不理她嗎 對, 就要不理她 由她自由發揮, 由她碰釘 阿靖, 全家人電腦最厲害的就是你了 要你幫我打烹調, 麻煩你了 她想知道了, 不用客氣了 好, 安仔, 我也算是不說可以了 只是找工作做介紹的人讓你認識 你怎麼報答我呢 行了, 吃飯卡拉OK是我的 安仔, 差不多可以了 你看這些資料 如果是對的, 我幫你編出來 好啊, 沒問題了, 謝謝 好 阿靖, 你和立生有沒有東西想問我 有東西想問你?沒有 那爸爸媽媽呢, 有沒有說過甚麼 也沒有 安仔, 你是不是有東西想問我們 沒有 不知道有甚麼意見 你呢, 你的圖和設計 很有創意, 不太好 謝謝 怎麼樣, Andrew 拿的好東西沒介紹錯吧 所以這頓茶, 值得我請你進門 對了, Andrew, 有甚麼可以幫忙 其實我現在有五、六個項目在手 其中有一個大陸項目 我還沒找到人追蹤 我想你應該可以幫到我 我這裡已經有幾款 帶我民族色彩的時裝草圖在這裡 你看完之後, 嘗試再建立幾個款式 到時候我們慢慢再談, 好嗎? 好 但是價錢方面不知道怎麼算 對了, 樽樽介紹的 我算你一千元一張 一千元一張? 幹甚麼? 不少的了, 大家第一次合作嘛 都是嘗試性質 如果合作沒問題的 價錢還可以商量 這個價錢雖然安靜 成就要求那麼高 就當食蕩生蕩了, 莫馳了 那好吧 好, 那希望合作愉快 好, 好 Anderle, 我會盡快起圖給你了 不用急, 最重要是設計得好一點 知道我了 有車子 Helen Anderle, 很久不見了 是… 還在這裡忙什麼? 還是搞了大陸的項目多 剛才才跟設計師聊完而已 那你呢? 我約了客人在這裡聊天 Anderle, 如果沒事的話我先走了 好, 你先走了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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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n, 你認識他們嗎? 那個李天安 是我們公司以前的設計師 她的東西也不錯 糟了, Helen只手畫腳 看來她在這裡說你壞話 在Anderle面前落得抄襪你 我亂想才行 我和Helen無緣無故無故了 她哪有空, 都在我背部 你只是和她無緣無故了 我還有 算了, 反正Jungle也沒什麼鬼屬感 如果她不喜歡的話 就最好學你一樣的 阿媽 阿楊 這麼晚都不睡 我洗了一杯深茶給你 謝謝 圖很趕嗎 不是, 不過是靈感到而已 對了, 給點意見吧, 漂亮嗎 漂亮 你這麼快就找到工作了 這麼緊張畫的圖 當然很重要, 是不是 是呀, 我現在做財經事 甚麼男士 就是散工的意思 不過你放心吧, 自由度很大的 打散工好嗎?沒甚麼保障 收入就沒那麼穩定了 不過起碼自由度大很多 可以結合自己的風格 以前在Jungle, 聽人說了事 不能發揮, 跟我阿公根本沒分別 但是... 不過你放心吧, 我會想的 你現在長大了 你有自己的想法, 媽媽也不明白 也不懂得跟你說 媽媽, 你放心吧 我答應你, 我做得最好 讓你跟爸爸看 來吧 原來除了我之外 還有其他人幫你做這個項目 我只是等自己多個選擇 兩位先生, 需要多點一杯飲料嗎 多點一杯咖啡給我 好, 這位先生 不用了, 謝謝 對了, 如果圖案有甚麼問題 可以修改 我想其實最主要的問題 是你的設計不是適合我的風格 但我是算你意思要設計的 我不是說你的設計不好 而是你的設計相比其他作品來說 額格不入, 不太適合大陸市場口味 我的設計可能是大膽一點 但你不覺得他經常過得銳利很多嗎 不, 大陸市場 就是講求便宜, 漂亮, 正, 還有穩固 不是要甚麼新上司, 銳利還要死 對, 我想這些這麼簡單的事 Helen以前應該教過你的 你不收貨 不是因為我設計不好 而是因為你對我成見 我不明白你說甚麼 人事的事真的很複雜 我也不想說這麼多 既然你不滿意的話 最多下次不合作 那麻煩你把你的帳給我 安仔, 我想你要弄清楚一件事 我跟別人合作的原則是 是貨合適合我才付錢的 但是我幫你做那麼多事了 所以說 我每個月要看一百幾十張 這些設計圖 如果全部不合適合我都要付錢 我想我破產也不行 那我們好像不公平 出來工作就是這樣 先生, 咖啡 不好意思, 先生, 我替你抹 我替你抹一下 先生, 我替你抹一下 我替你抹一下 有了, 對不起 這些不值錢 讓我抹一下 如果不值錢 我替你抹一下 我替你抹一下 你身上的那個字 要改變大一點 為什麼你不改? 你所說的話就會左而入右而出 馬上替他改吧 好啊 阿豪, 娃仔布的板已經搞定了沒有? 正在搞定了 整個早上都還沒搞定, 爽手一點吧 很快, 我再貼藉布就行了 Ben, 跟我進來 安仔 Helen, 有些事我想搞清楚的 你以為這兒是英國的海德公園 想說話就說話嗎? 五分鐘 好, 我看看你想說甚麼 Ben, 你先出去吧 我一向以為你是公還公, 私還私的人 但沒想到你這麼卑鄙 我知道你在這行業很有地位 要玩四個小孩, 說也沒那麼容易 有話說就直接一點 不用煮彎木角 好, 我不幫你做事 也不需要安仔布遲下毒 你說話用阿佬行不行嗎? 我只用好想過 才知道你去趕絕我 罪毒婦人收 你知道你在這裡說甚麼嗎? 我為甚麼要趕絕你 跟Joanne分手之後, 看我不順眼了 我看你不順眼? 如果我看你不順眼 由你第一天跟Joanne分手 我就可以解僱你 我不解僱你 就是因為我覺得你還有一點天分 你還記得嗎? 誰要出錢送你去法國學設計 那是以前的事, 都是我自己的聰明 我一翻心去來再陪你, 替貴你 我不認為你再陪過我 但Joanne飛起你 我以後也不會再理你 你不踩我, 已經幫了我 我以後就不會再理你 安仔, 今次好意真的不幫你 你要幹甚麼理由 走上辦公室罵Helen才行 是呀, 說來她是老闆 你也要給他面子 那種公報私仇 想趕絕我的人給甚麼面子 還有, 他不是老闆 說不定她有些栽培過你 如果不是Helen的話 說話公道一點好 我的設計一向很受歡迎 幫你賺不少錢 我不是百度薪金的 安仔, 好而不是小看你 如果不是Helen給你機會 你哪有機會參加時裝設計比賽 你又怎麼有機會獲得獎 何來的人怎麼認識李天安這個名字 是, Helen那份人 怎麼會做虧本的事 我是沒有天分沒有才華的話 也不會提名我 就算你提名我 我也沒獎得獲得獲得獲得 我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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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覺得是這樣嗎 其實Helen原本想提名David的 不過她見你有天分有創意 才冒險提名你 講經驗, David怎麼比你還好 豈止上一次西加坡黃先生 說你未經同意改了設計 她說你破壞了合約 或歸免了套單 Helen跟她商討好久了 才商討好其他的 除了那兩次之外 Helen跟你保很自大選 他不罵你, 免得傷你自尊心 你這麼幫Helen, 當然有沒甚麼做 有打電話的話, 不做Jungle 做很多機會 Alex, 是呀, 我打電話 沒有, 所以告訴你 我的靈感好像爆水喉一樣 按也按不住 有些還不錯 是嗎?賣了五件這麼多? 好, 那我明天拿圖案和布料給你 順便收錢吧 別傻了, 你肯讓我把衣服寄上 我也謝謝你 那好吧, 那我不妨礙你了 明天談吧, 好, 再見 幹甚麼?弄得自己穿鞋帶嗎? 這些東西你不是平時撿給媽媽做嗎 今天做甚麼要自己弄嗎? 那你又怎麼樣? 平時容易拿衣服給我的 甚麼時候都說你家裡最聰明的是你 要不然爸媽 怎麼會把一口希望放在你身上 怕我沒事做, 不習慣嗎? 放心吧, 我沒事了 大哥, 我現在把自己設計的衣服 把人家寄上去 如果反應好的話, 我會自己搞定 就是開店買自己設計的衣服嗎? 我的舊同學都是這樣 自己一手一腳搞, 挺有成功的 對的, 年輕人出來找到經驗 正需要力不道不為才 大哥支持你的 好 帶著他 幹甚麼?不用, 我有錢 有甚麼錢 你出去應酬, 喝茶、罐水也要錢 將來找到錢, 請大哥吃飯就行了 謝謝大哥, 我會努力的 到時候我多給家用 他們不用擔心我 是呀, 最好 是聽大哥說的 創業難, 手業更難 怎麼樣? 知道了 來, 早餐 來, 早餐 阿倩, 不如我們去找安仔聊聊 你...你不是這麼多睡嗎? 你也不關心兒子 叉燒餅 為了安仔的工作, 為了他的前途 我日餓夜餓整個星期了, 有用嗎? 那不是怎麼樣 難道讓他繼續錯下去嗎? 以前他們小時候做錯事 你就罰他們跪早 整晚都不准睡 他們一邊跪你就一邊罵 現在這套就用不著了 我是想跟他們說道理 雖然我讀書少 但是我不是野蠻人 你記不記得 以前的兒子女兒出生 每個朋友都說 好帥、好帥 像父母的最好的地方 阿倩, 其實有一件事是最不好的 就像你了 硬頸 真是把刀敲到頸子裡也很坎坎 四個也是 但是到現在他還不知道 總是口口聲聲說 不做證據就不用死 還說自己沒有錯 小弟哥 誰不犯錯 做錯事 要他們自己親自認錯 真是知道錯才值錢 你現在不斷逼他 他口服心不服, 沒意思的 睡吧 看來這場不是很旺 你知道嗎?人家都回工了 吃飯的時候, 逼得沒去站 不是 我就說不是 旁邊開了一間新商場 買的東西也很噁心 總得多喝 怎麼會呢?客人也不一樣 我的貨物 賣給消費能力高一點 和味道高一點的客人 現在算什麼意思?質疑我的味道 說了, 到了 Alex 安仔 你是Ben 俊俊, Alex 你好 搶一下, 看看給你截頭 來吧 好… 看看認不認得哪個是我設計 很滑 Alex 這裡有四款新衣服 我想每款衣服做兩顏色就夠了 唇白色就要做了 另外我想嘗嘗這款淡粉綠 淡粉綠? 今年粉紅粉藍, 想清楚了嗎? 是, 上師傅畫了三幅圖比較複雜 成本很高, 想夢到 不要緊 不過這次的款式比較簡單 應該可以的 我跟師傅談談 真的堅持用淡粉綠嗎? 相信我, 行的 好吧, 試試吧 這裡是說五件衣服買出了錢 你點一下 是, 謝謝 五百元? 是 每件衣服三百二, 五件衣服加一千六 除了我七成、零三成 就是通路四百八十 給你五百元, 正好 謝謝 怎麼了?有錢收得這樣嗎? 只不過不夠水, 吃飯也不夠了 話說回來, 又是朋友 吃水那麼深, 三七分穿 那你豈不是很不值 沒辦法了, 店舖是他的 有給師傅做 那些布加上成本 其實沒什麼賺好 我想不到這麼少人買衣服 怎麼這麼熟口臉呢?安姐看看吧 怎麼呢? 為甚麼設計跟你設計的差不多 站漂亮變圓漂亮, 短袖變中袖 顏色還一樣 是我的設計 為甚麼會這樣? 是嗎?有人拿了你的設計去賺錢 那他不好發? 我想其實最主要的問題 是你的設計不是很合我的風格 你做了這件事多久? 懶得你 謝謝你 我是魏長的Andrew 約了馬小姐三點 請進來 你是不是約了Helen? 是呀… 她現在跟新設計在面試 不如過來會議室坐下吧 好…謝謝你 請你坐這邊 我大致上的問題都問了 是呀, 你有沒有甚麼問題? 我想知道帶她甚麼時候通知 我可以還是不行? 遲幾天吧 好, 謝謝你 Alice, 還有沒有人來面試? 還有一個月時間, 不過沒見人 那先讓她去吧 魏長的Andrew來了 現在在會議室等著你 你叫阿豪拿些板子給她看著 我稍後就來 來, 先喝茶吧 謝謝你 Helen就過來的 好… 不如你先看著外套吧 你過來看看 好… 我有個同事拿著T恤給你看 謝謝 Helen挺忙的吧? 我有時候真的挺佩服她 是呀, 她雖然是老闆 但她也要勤力的 很多時候都做了三間半夜 我們也替她辛苦 尤其是我們最近有個主力設計師 走了, 弄得她踢了腳 你說那個是不是李添安? 是呀, 你懂得是安仔嗎? 沒有, 本來是有機會合作的 但她這次設計師的東西 不太適合我用 所以也沒有合作 Helen也稱讚她有天分 但我覺得她經驗淺了一點 其實不用這麼早出來闖 別說了, 這麼多幾年也不遲 所以我也說有時候Helen也挺難做的 我說過李添安遇到Helen走運 有多少個老闆 對自立門路的手下還讚不絕口 我之所以喜歡跟Helen合作 就是因為她這個人夠關心 誰生日了 電郵給我一張卡就行了 搞這麼多事 寫卡有誠意一點 我已經知道讀書差了 我真的想不到 你連抱歉和生日日也分不開 怎麼了?買道歉卡當生日卡嗎? 那張道歉卡我幫你買的 幫我買?傻的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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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跟好姨說話 原來Helen沒有在她面前說你壞話 還在她面前稱讚你, 說你一個人才 你糟了, 這次還不罵錯人了 她是有點癡癡的 人說你也相信嗎?她這麼好死讚我 說真的, 她不得我才偷笑 不, 我覺得Helen是個公司分明的人 雖然她知道我和你同一陣線 不過做得對, 她也會稱讚我 我想你們這次有點誤會 你兩頭蛇, 這麼快轉態 真的相信錯你了 總之, 我以為自己沒有錯了 男人之急, 別這麼小器 把道歉卡我負責付錢 拿領在上面或者歸了 一場坪有稅 就是這樣吧 小姐, 多少錢? 怎麼說, 她也是你的恩師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千里馬 Helen就是你的白鑼 如果她打算幫做人出氣 早就解僱你了 怎麼會給你一個機會 你繼續做個大坡鳥呢 你想想 好像二樓所說 壞就要承認, 打就要承認 我做錯事也會和姐姐自首吧 阿爸 阿爸 大哥, 我幫你吧 不用了, 全部收拾了… 阿福, 差點忘了 看你今天做事做得這麼辛苦 故意留在燒鵝臂, 慰勞你 是呀, 你真的想我變胖了 我不要了… 你吃吧…我不要了… 不要了… 爸爸, 媽媽呢? 在荷蘭 媽 你還要生我嗎? 你還要生我嗎? 媽媽 我是不是把家裡還壞了嗎? 你在家裡最小的那個 家裡每個人都疼你 從小到大 可能你覺得被人疼是英訓的 你們很失望吧 媽媽 你懂得這麼問, 證明你醒了快 媽媽 我… 你小時候, 媽媽用奶粉為你的 不是用法粉為你的 為甚麼長大了? 自我中心這麼膨脹 讚賞的傳話, 每個人都喜歡聽 但真心話只有家人 和真正的朋友才會跟你說 總言役以四個字 你一定知道為甚麼 你是Helen一手提携的 她教你多少事媽媽不知道 但媽媽知道, 認錯比犯錯難 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去認錯 但如果你不能自己面對困難和後果 將來你很難成功 路是你自己選的 甜酸苦辣將來要你一個人去尚 明知道設計要上來見工 好心就畫得像樣一點 顏色又不協調 沒有, 也不是一個顏色的 你看看這幅 這幅更差 像慶祭漫畫多於時尚設計 人們都不知道在畫甚麼 想不沖一杯心茶喝也不行 我看見了 Helen 甚麼事 很對不起 我一時衝動 說不應該說的話 我是不是擋住你 其實我打來除了道歉之外 是, 還想多謝你提拔過我 這個世界不是那麼多人有能力 和量度可以提拔人的 如果你下次再遇到的 希望你好好珍惜這個機會 就這樣, 我要休息了 進來吧 Helen, 先喝杯室物 謝謝 你的黑眼圈 昨晚睡不夠了 睡嗎?死也沒空 阿豪, 別多說 你馬上聯絡這兩張圖的設計師 叫他們上公司簽約 選了這麼多張 才選這兩張像樣 Helen, 是不是很趕的嗎? 當然趕, 下半年有幾個大項目 需要十幾張圖 現在連一個像樣的設計師也沒有 其實這兩張圖是同一個設計師 他坐在旁邊等著你 這位是馬小姐, 是公司老闆娘 馬小姐, 你好 我叫你Timon 叫我Helen, 你畫的東西也不錯 我 謝謝 那你就努力做吧 我們老闆娘要求很高 知道了, 我就努力了 明天上班吧 絲紅期三個月, 沒問題吧 沒問題, 謝謝Helen 還有, 很對不起 算了…別說這種事 行動是最實際的 說對不起也不方有好事 是…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已經說了沒好事了 以後沒有給自己機會 跟我說對不起三個字了 知道了 我不會給你 有嗎 我沒有給你 你不會給你 我沒有給你 我沒有給你 我沒有給你